今天更新一个孩子在家上网课的一个日常啊 从4月27号吧 到现在已经两个多礼拜了 我们看看现在孩子每天在家上网课的一个状态怎么样啊 他们开始生日快乐 我们昨天老师同志今天要在家与人生旗 早班会是要生旗的 看看他生计 我们第一次通过面上的方式 请生计 虽然没有整齐人面对 想象的不好 但我们依然要用 人生的感知 也请经验 要整个字 打入多数字 找达 连续的见面 请讲 中国籍 高潮国歌 请面上 loyal 小 isto 好 今天 惜 虐 吐 虐 你 beside 都 开 开 你 好 呃 诏 我 叫 面对屏幕的一个国旗敬礼啊 带着红领巾穿着校服 在家里边啊 还是觉得还是觉得不太适应啊 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多来几次吧 习惯了就好了 下边是要做唱校歌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 振秋若、池年汉張 池法教堂和西essel 遇上若,塞戒的門司 茶酒店中的海ela 保護塞墓 有时候妹妹就钻进来啊 然后突然开个玩笑 捣捣乱 妹妹幼儿园 现在也没有课 然后呢 也没有云课堂 所以这样呢 就比较尴尬 可能更多的时间呢 就是没在各个边上 更多的时间呢 会去看个动画片啊 或者等哥哥下了课以后 我们再出去玩了 运动运动 所以呢 现在这段时间呢 就比较尴尬 就是班会啊 可能讲的更多的是 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啊 然后讲的是 这回讲的是团的历史啊 因为建团一百多年 看着我在这拍视频 这失模失样 下边这是语文课啊 跟着老师 就是在做这个疏空 你看着这状态 吊儿郎当 就放松多了 路导监察的 看着他 他就一会儿就 看小串去了 没事都推门着看 他这还没看见 这妹妹不让给哥哥捣乱 你瞧瞧就只能看电视了 动画片 哎呀 开开现在就是动画片 那怎么办呢 走 还下楼了 到了做核酸的时间了 就现在连着都捅了多少次了 应该就是每天一捅吧 中间好像就空了一天 又排成队了 好核酸做完了 那一天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到楼下呢 去运着人都啊 小伙生 一会儿那个邻居的孩子 同学也就来了 加入 这可能是孩子一天 最快乐的这碗时间了啊 能跟同学一块儿玩 做个游戏 特别是锻炼锻炼身体啊 我们下期到时候拍点什么呢 就是学校里边也要求 能根据年段吧 低年级的也可以 就简单的厨房子已经劳动 高年级的呢 可能就能做凉菜 包括开火 能做鸡蛋炒青红柿 这种几个简单的菜啊 我们下期到时候拍拍看 到人在厨房里面了一个人